体内有癌,肚子会报信,医生提醒,腹部出现五种反常,要提起警惕,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,我怎么会得肝癌呢? 吴先生今年35岁,在一家IT公司从事研发工作,平常十分忙碌,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,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生活十分没有规律, 饮食和作息都是乱的,图方便天天吃外卖,前段时间他突然出现了异常的腹泻症状,开始时他还以为是肠胃炎,自行吃了点药,但症状无法缓解,随助时间的发展,腹泻的症状越来越严重,且整个人的皮肤也异常发黄,去医院检查竟被确诊为原发性肝癌,这个结果令他疑惑,自己不过是拉肚子, 怎么会是癌症呢? 1. 为何肝癌会拉肚子? 这些腹泻需警惕,数据显示,约有50%的原发性肝癌会出现异常的腹泻症状,每日排便次数在2到20次不等,这是由于肿瘤导致消化吸收,分泌功能障碍所致,建议罹患慢性肝癌,食欲不振,体重下降以及腹部右上方有不适感的人群, 要尽早去医院进行采钞、甲胎蛋白等检查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曾志荣主任表示,频繁腹泻除了和肝癌相关外,还可能与胰腺癌、胃癌以及肠癌等癌症相关。 肠癌会引起患者的排便规律出现异常变化,表现为腹泻、便秘或交替出现。 晨起时腹泻出现较为频繁,胰腺癌则会导致胰液分泌异常,让正常的消化吸收受到影响,表现为两个月的慢性腹泻,且身体也会明显消瘦。 胃癌会在出现腹泻的同时,半有恶心、反酸、食欲不振等症状。 二、肚子出现五种反常或是癌症信号。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李军主任表示,肚子出现一些异常的信号,很可能是癌症所致。 尤其是这几个,一定要高度警惕。 一、腹部疼痛。 腹痛是较为常见的症状,良性的腹痛在治疗后很快可以缓解。 如果身上出现难以缓解,持续时间两周的腹痛,则要警惕。 如胃癌引起的腹痛多会集中在中上腹部,肝癌集中在右上腹部多半有脚痛。 胰腺癌会出现在中右上腹部和胃癌的位置相近,但疼痛感更为剧烈。 结肠癌引起的腹痛多会在下腹两侧。 二、肚子变大,短时间内腹部异常变大,很可能是内脏器官发生癌变。 癌细胞向腹膜外延伸引起的腹水症状,在肺癌、肝癌、结肠癌患者身上很常见。 当然了,腹水不一定就是癌变,也可能是肾衰竭、肝硬化所致。 三、消化困难、食欲不振。 大部分人出现这个症状时会认为是胃炎引起, 但其实也可能是肝脏、胰腺等器官发生了癌变所致。 肝脏和胰腺都是辅助消化器官。 发生癌变后会导致胆汁、胰液分泌不足,进而影响到正常的消化。 表现为食欲不振、腹胀腹痛。 四、腹部清筋明显发黄。 腹部的静脉血管位置较深,且脂肪较多,一般不会有清筋出现。 如果出现了清筋,很可能是体内有腹水。 肝硬化或是腹腔内肿瘤挤压脏器,导致静脉出现血管阻塞,血液回流受阻所致。 而皮肤发黄则可能与肝癌。 胰腺癌、胆管癌导致胆红素代谢异常所致。 五、出现肿块。 腹部出现肿块与多种疾病相关,包括炎症、寄生虫以及癌症等。 但恶性肿瘤所致的肿块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,且位置相对固定,无法推动。 肚子不仅能反映出人体的很多疾病,肚子的肥胖与否还和多种癌症息息相关。 三、腹部肥胖和多种癌症相关,赶紧动起来。 啤酒度是腹部肥胖的表现,而腹部肥胖意味住内脏脂肪较多。 这与脂肪肝、糖尿病、高血脂、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生均有直接关系。 英国癌症杂志上的研究更是直接指出,腹部型肥胖与节脂肠癌、肝癌、胆管癌等18种癌症的发生有直接关系。 想要甩掉啤酒度,需要从饮食以及运动上双重下手。 饮食要注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、蛋白质。 少吃糖分高、油炸以及高热量的食物。 同时要注意戒酒。 运动则建议每天至少进行半小时。 可适当性增加些腹部的运动,如平板支撑、臀桥等。 女性出现啤酒度的风险较低,但也不能掉以轻心。 日常要多注意自己的体型。 发现有发胖迹象要及时干预。 腹泻与多种因素相关。 在出现异常的腹泻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就医, 以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。 但是我基本的体型呢也不会有很多的因素。 然后我们先提论判出体型。 我们先提论判出体型。 然后我们先提论判出体型。